MING PAO TORONTO 蛤 不然要怎麼洗 不要用鹽清洗啦 第一個鹽是增加了鈉的攝取 而且鹽它並不能去除這些農藥 無論你用醋或者是小蘇打 你想要去酸鹼中和這個農藥 其實我們的農藥是複合型的 是沒辦法酸鹼中和的 用過蔬果清潔劑用過臭氧肌 就只有流動的清水最有效 有一個重點 水果水果一起洗 青菜一起洗 這兩個差不多不要混在一起 花椰菜其實它的這個心 是營養很高的 把它挑好之後就這樣整朵下來 那如果說你是要用水煮的玉米 你就把外葉摘掉之後 然後你可以留一兩片之後 但是還是要把它拉開來 這樣才會確實的清洗乾淨 之後如果你要蒸煮的時候 你可以再把它蓋回來 所有的小黃瓜就整條下來 甜椒也是四季豆 也是不要剪就整個下來 葉菜類像這個青鋼菜 其實你就是可以把它剝開來 一頁一頁的 但是不要切掉蒂頭 葉菜葉的梗我們就搓乾淨 花菜很多人都說這個中間怎麼洗 水是流得進去的 你要怎麼做 上下動一動 讓水可以流進去 基本的泥土先把它去掉 買一個這個洗臉刷 可能比用牙刷或其他刷子 還更好用的 那玉米很簡單 我們就在水裡輕輕的刷 各種椒類的 它的蒂頭最容易殘留一些農藥 所以凹槽的地方 我們就在水裡輕輕的刷它 那小黃瓜是光滑的 我們就這樣 輕輕的在水中這樣刷 青豆呢你可以抓一把 然後就這樣子平面的刷 也可以像我們洗筷子這樣 稍微輕輕的搓一下 台灣的農藥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萬一它有農藥殘留 存在這裡面的話 你正好去澆花 是不是花也比較不容易長醜 我們兩次這樣帥起之後 那第三次我們就把水蓄滿 那這有一些刷果是會浮起來的 記得上面蓋一個盤子 把它壓在水裡 再來呢 我會在下面墊一個小盤子 墊高一邊 讓水慢慢的溢流 慢慢慢慢放大體 流動的清水是這麼細小的水 讓它慢慢的溢流12到15分鐘 你還可以準備一個小水盆在這裡 這個水還可以拿去沖馬桶 大家不要認為剝皮的水果就不要洗 因為這個第一個落成量 還有這個都擺在架上 你去買啊 挑啊 然後講話 其實有一些東西都會落在上面 那就是也擔心有一些防霉劑啦 那這個殺菌劑可能也會殘留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布 或者一個刷子 或者是阿嬤的菜瓜布 在水龍頭底下刷一刷 再搓洗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你走到菜市場去 每一蛋都在賣的青菜水果 那這個價錢是最便宜的 你就可以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農藥也是很貴的喔 那你這個當季盛產的 它的病重害少 它需要的這個農藥自然就少 而且因為考量到成本的時候 它也不會適宜這些農藥 不管是農委會 或者是衛福部的抽驗 台灣當季盛產的水果啊 蔬菜 事實上檢驗的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合格的 那你只要確實的清洗 確實的烹調 讓農藥揮發掉 清洗掉 那可以得其利 而不得其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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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